喂你吃喂你狂我是你的老阿阳 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阿阳虚无传第77集 哇又有三世纪经验了 再去给身上的装备附魔一下 就用刚刚修复好的胸甲吧 划算一些 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看看这次会给我出什么好属性 哎呀就一个保护三 不给我点附加的属性吗 不过由于看不到附魔的提示 每次附魔都像抽奖一样 还是挺有意思啊 哎那边两个又是卖东西的商人吗 过去看看 我去这什么鬼 好像还是那种外星生物 我的妈呀 这是用一年把我给点燃了 啊这家伙会魔法吗 还好我有眼睛武器 竟然只看了它几眼就让我着火了 哎那边还有一只 不能留着这次红火犯 哪一天把我们家给一把火烧了就麻烦了 跳进水坑灭掉身上的火 哎火自己灭了 多次一举了 刚刚明明骑士说外星生物消失了 看来还是有一些家伙遗留在这了 我看山目里就还有很多 果然那个像虫子一样的家伙还在那蹦蹦跳跳的 哎谁打我 哦原来是你这个开宇宙飞船的家伙 上我来 开炮 哈哈 管它是什么碎船 还不是都要在我的意大利炮下瑟瑟巴斗 你又瞎得瑟 等到以后出来什么外星人boss啊就由我们收到了 哎箱子里面还有两瓶叶士药水都拿着吧 小悦给你一瓶药水 我们再去深层世界看一看吧 上次啊只顾着往上走 还没有看看地面上会有什么玩意儿呢 啊 还去啊 对啊 不多探索探索 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行吧 那就勉为其难再和你跑一趟吧 哦对了 得把深层宝石带上 万一遇到上次在地狱里面那样的商人呢 要是没有这些宝石就换不了东西了 阿阳赶紧跟上 来了来了 别催嘛 让我来看看啊 这次往哪走 嗯 就静止往前走吧 话说在之前关于那个向日葵的脑筋就让我玩之后啊 我发现有好多小伙伴们都挺感兴趣的 那阿阳我之后就会多找一些好玩的问题来和大家互动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这么多怪 不管他们了 反正狗嘴里面吐出象牙 打他们也是浪费时间 哎呀 我甩不开他们 哎呀 这些家伙好难缠 还给我加了一个减速办法 我跑不动了 那看来只能动手了 这些家伙还真是不知好歹 我都准备放过他们了 还要继续纠缠我们 像个鼻地虫一样 粘住了甩都甩不掉 你 你这形容的 我差点把去年吃的饭都 停 你这形容的和我半斤八两奥吧 看来以后得离你远点 再这样下去就要和你同化了 才不是 明明是我被你同化了 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怪我呀 啊 自己好得不学学坏的 近墨者黑呀 我才不想学呢 但是潜移默化我又控制不了 对呀对呀 潜移默化的 我就学到了你身上不好的地方 明明是我学的你 你别说过给我呀 就是你 我不管 你负全责 一定要关注转发哦